味道很重 我是比較喜歡擁脂 喔 什麼狀況 沒有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覺得他服輸 我一開始就愛他 我愛到底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蔡 那要先 ignore 我身上的曬傷 因為畢竟我穿比基尼 然後這邊就有線 所以就曬成這樣 OK 沒關係 我覺得我黑一點 比較有明模感 OK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在香港的深井 我來這邊幹嘛 大家聽到深井呢 一定想到燒鵝 因為這邊超多燒鵝 我們後面就是玉記啦 玉記呢 是來到這邊 香港人一定都知道的一間店 香港的同學們一定覺得說 欸 阿菜 你為什麼是來深井呢 因為元朗也有很多好吃的燒鵝或哪裡 當時我其實是在想說 我應該要拍玉記 還是我要拍雍記 那很多人來旅遊 通常都是住銅鑼灣嘛 所以其實去雍記是比較方便的 不可能一堆人來 然後你去到別的地方 那種小店 或很好吃的那種 還要跟人家搭腿吧 但是雍記呢 其實是比較昂貴的 只是也是好吃 你們在旅遊書可能都會看到 所以我就覺得說 阿 我就Pass掉它了 那今天就是來玉記 玉記的CP值其實是算高的 如果你是要來香港吃燒鵝的話 它有很多其他的菜色 其實它的價錢也是都很OK的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出發吧 不過看到我們的深井玉記 這邊 Tama的我是玉記 是這個意思嗎 應該不是啦 阿哥有沒有開燒啊 我們點了什麼 介紹 我們點了一個 一定要吃鵝的嗎 阿哥說我們來鵝這邊的 那一定就是要鵝場啊 就問了阿哥說 那有什麼東西是 來一定要吃的 然後一個青菜 然後我想要喝薄糖 就是想要喝花椒糖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 做該做的事情 洗杯盤環節 那這種事情應該由我來做 我就是這間公司的奴婢 阿 不要打我 然後今天奴婢身上 傷很累累 看你這邊紅那邊白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福利畫面 這個醬啊 就是你如果吃燒鵝的話 一定要這個醬 沾燒鵝超級好吃 它是不是酸酸甜甜那種啊 然後呢我不知道說 經過這兩年的預計 有沒有 稍微有沒有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吃了就知道 喔 喔 哇喔 好可愛喔 欸很香欸 它一上桌就有聞到它 真的很香 你看它旁邊那個油 哇塞 這個油膩的部分 而且它是比較大隻的 像這邊都比較大 那翁季基本上它可能是小的 所以口味其實是不同的 味道很重 欸這真的是提升它整個 鵝的那個風味出來 我真的比較喜歡油脂啦 喔 什麼狀況 還是好吃 你說 有沒有像以前一樣好吃 我喜歡肉在精緻一些 就譬如說你吃牛排的時候 如果你吃Rip eye 肋鹽 跟你吃肥膩牛排 它們是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不吃肋鹽 它偏向肋鹽派的感覺 但是用來吃它是比較 很偏向肥膩 就沒有到這麼的油 或者沒有到這麼的肥 這樣子 我再吃一個 上面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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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比較偏有點骨頭的 但我個人很喜歡吃骨頭 所以我就會 喜歡吃這個肚圍 第一次來香港還是要來吃 不只燒烤店 這邊有非常多甜點店 醬糖水 今天菜這樣穿啊 我真的很想要這樣拍 你就這樣拍啊 你就一直站著啊 整場站著它啊 好 可以啊 來吃 剛剛就在拍菜 有料 大家 自己在 聊在TOKYO 大家注意一下 好 沒有 我們就把他全部放在桌上 好 胡內內過馬路 我有一個父親雞熊 可是我可以吃那個菜的時候 把他的高湯吸在你的妹妹 不行 不行 你是不是就想要被罵 你有病嗎 那我們要來分配鵝腿了 來這個 又肥又大隻 因為你看香港有一些飯啊 都會什麼鵝腿飯 我們要給誰好 是給學長還猛將還妹 我覺得給妹好了 妹妹今天已經腳上到 她沒有辦法好好的穿靴子了 我覺得給猛將 給妹啦 妹是那個 給猛將好了 妹是流量膽膽 妹是流量膽膽嗎 對啊 他其實 他很挑起耶 今天那個頻道開始改名字 妹妹小姐 然後妹妹一些 我直接轉走 好啦 給猛將好了 他前兩天被那個海膽刺到 兩針 五下腿 你可以吃一半 然後跟學長學 抽腿補腿 吃腿啊就是要狠 沒有在跟你在那邊 沒有人要你廢話 你要先吃原味是不是 沒關係 你旁邊也有原味可以吃 好 你有聽到那個聲音嗎 他那個骨頭 已經其實跟肉是分開的 然後你一咬他整片就下來 然後那個皮 這邊 腿這邊很脆 然後沾那個 沾那個很提升它的風味 對不對 對 那你是不是就是沒有吃過這個東西 對 嗯 沒吃過這個味道 我要講一件事情 在台灣你很難吃到燒鵝啊 或燒鴨這類的東西 是 它的皮 薄如此 真的很薄 吃起來又脆又乾爽 妹湯阿哥 發雞又流這湯 發雞又流這湯 對啦 鮑魚 花椒 雞湯 你看喔 你看看看這塊 花椒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花椒是什麼東西吧 花椒喔 花椒通常都要去那個紐西蘭白最便宜 什麼意思 我們當空姐的時候 每次飛紐西蘭就會請人家帶一堆花椒 然後Hotel給我們 那我們就會買 花椒呢 基本上就能養顏美容 膠原蛋白非常多 然後它是魚的肚子的一個部分 在台灣很少用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很少進這種 喔 OK 因為我還是有看到 只是就是不多 然後你看它裡面就有非常多的 它是花椒 然後它有這種雞腳啊 有用鮑魚啊 下去燉這樣子 所以 我先來喝一口 先喝清湯 香港人喝湯就是裡面 渣就是 有些人吃有些人不吃 大眾不吃 還是你們都吃 香港人喝湯吃不吃渣 或是馬來西亞人 新加坡人吃渣的 在下面幫我 說我吃渣 不吃渣的跟我說不吃渣 鮮嗎鮮嗎鮮嗎 香港的包湯真的是太好喝 就是味道 一百分 一百分 包湯一百分 整鍋全部喝完 整鍋說到做到喔 說到做到 我們都拆起來了喔 公司這個 公司 是不是 這個湯呢 它是自然的那個鮮甜味 沒有膩 它是清爽 然後自然的甜 它剛剛喝到在八百 兩百分 兩百分 你是誇張嗎 兩百分 但我這邊又說清楚啦 就是 就是它一百分 我的意思是說 香港的包湯就是一百分啦 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跟它 或比它好喝的 可是它已經對我們來說是一百分 你不覺得它的飯多很像那個腳 腳不會噴嗎 這腳不噴嗎 我們家的業務 通常要存就是要長這樣 我覺得香港非常適合它 因為飯不能是沒有像山一樣 就新鮮而已 同學們它有到合格的水準啦 就是你吃了你會覺得 這是好吃的東西 但不會說 Oh my God 怎麼有這種東西 做法跟台灣也不一樣 但台灣的做法就已經很迷人了 我來吃一下鵝腸 鵝腸你看旁邊還有這個 所以一定要跟著吃 這好吃的 味道重 但因為我心中會有一個牌碼 我個人喜歡台灣的那個 鵝肉店的那個 脆鵝腸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那個 喔它後面的後勁蠻強的耶 就吞下去之後它那個整個 鵝腸的味道就是偏重的 然後它加上那個 那個豆芽菜的口感其實是 留在一起的 但是因為它可能鵝大隻 所以鵝腸也是比較不大的 我喜歡小一點的那種 鵝腸 你喜歡年輕一點的 年輕一點的 年輕的 這表情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頂過的感覺 挺入味了 那配飯滿剛好的 對不對 它有一個咖哩味 有一個辛香料的味道 可能月桂葉或者是肉桂 越吃越酸 而且它配飯真的很下飯 對啊 最後一口想要接一口 一直不停的吃 你說這個鵝腸就跟 有些女朋友 一開始沒有那麼喜歡它 就甚至它不是你的 就是一見中情者 然後之後越相處就發現說 它越來越可愛 然後越來越愛它 就是那種日久生期的感覺 是這樣嗎 越相處越入味 越沉越香 所以你以為它沒什麼特色 沒有 你吃下去之後發現它回味我 沒有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覺得它鋪素 我一開始就愛它 我愛到底 真的假的 你這麼愛它喔 愛它 我剛剛就說這個很適合如果我是高中生 然後我可能下課後一小時 只有晚餐時間 然後要課後輔導 不想吃便當我就買這個 一盤一百 因為在旁邊如果有燒爾便當跟它 你會想要買它的 買它 蛤那就是個人喜好耶 我覺得台灣手搭店應該要賣這個 花椒鮑魚雞湯 一杯賣個一百五 一杯賣一百五 高中生直接提升心頭 阿娘我也賣一下吧 它跟照片一模模一樣樣耶 對啊 我們先吃這一塊 老饕就是要吃腮幫子 魚太好吃 它在游泳耶 他們的做法就是你知道嗎 後面頂的那一層油啊 這樣前面它魚的味道非常非常非常的入味 它完全整個腥味鎖在裡面 真的別有一番風味 剛剛餐的表情 我瞬間覺得它就是在演小男家 你知道嗎 他的牛肉精頭 我後面看到三個阿菜在跳舞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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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有沒有 如果你問我當然是 開魚是這樣開 話說我這邊又可以刻苦一件事情 我哥哥跟我的建議是說 來香港或澳門這邊吃這種清蒸魚啊 一定要把他的肉跟飯還有醬油淋上去 喔對啊對啊 拌在一起吃 我不喜歡 幾點 我個人比較不喜歡醬汁 在裡面 阿山妳是那個不拌派的是不是 五肉飯拌不拌 我不吃滷肉飯 咖哩飯拌不拌 不拌 因為我覺得髒髒的我不敢吃 那會拌呢 會飯會吃 但我少吃 也是不太拌 都是濕濕的 就是我要吃醬的話我要乾濕分離 然後我要拿起來然後去沾我才願意吃 他的魚很嫩耶 台灣的不一定會這麼會嫩 會啦會啦料理好都很嫩 我都吃垃圾嗎 那是你個人的問題 我們要把這邊的肉剝下來 然後放到飯上面 一定要淋這個醬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每一間餐廳的醬油 味道都不一樣 沒有我這樣我等一下就一口吃下去 好 學生這吃法很好賣耶 我懂阿山剛剛說嘴巴裡面有魚在跳的感覺 又鮮又甜美 它的醬油完全把那個魚的味道提升到另外一個位置 好 吃一看學長說的 好像有一點喔 後來加一點飯喔 嗯 一點點就好了 強迫症發作 覺得髒了 反正我可以不洗頭但我不可以這樣子 你就不要看它 你不要看它 幹 超好吃 可是我超痛苦的 你好矛盾 你現在是又爽又痛 又爽又痛 又爽又痛 大家自己來吃吃看喔 跟剛剛單吃魚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好好吃喔 這是晶瑩蛋泊菜苗吧 對 沒錯 晶瑩蛋是什麼 阿菜知道嗎 皮蛋啊 皮蛋跟鹹蛋 鹹蛋 對 對 金乳蛋 等一下 我要把全部放在桌上面 胡捏捏過馬路 超級好吃啊 超級好吃 就是它有一個鮮味啊 很重的鮮味 然後它的 裡面的那個湯 應該是用一些高糖 那這個就是標準 基本款 我覺得是OK的 植物讓我比較驚訝的是 它是越吃越好吃 對不對 老婆 欸我剛剛當摩芙莉啊 那個不知道 我是工作啊 來 我們已經吃完了 然後它會送這個水果 然後還有紫米紅豆湯 好吃 好吃 所以它們就是 不會太甜 就剛剛好 非常解剛剛那些味道 最精采的要來了 來 各位拆 多少錢 妹妳猜一下 我已經看到了 已經看到了 不猜 我們兩個猜 4100 2000 2000 2000 今天吃了2112元 大家有覺得說 哇塞 超級貴的 我跟大家講一下 有哪些是可以省掉的 湯剛剛就要380 所以如果不喝的話可以省掉 剛剛我們最貴的是這道 5120 720 720 就比較貴啦 香港本來就偏貴 就比較 當然比較貴 但我覺得CP值 這個價錢高很多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在擁擠的話 你只要一道菜 一個乳豬 然後再一個燒額的話 就要500 不是這麼大疊喔 它是這麼小疊喔 而且我覺得其實我們今天這樣吃 可以再多來一個 到兩個都 都炒肉 好啦 今天呢我們這個燒鵝之旅 結果 好像大家都對這條魚比較有興趣 就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來到香港呢 想試試看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影片啊 那剛剛呢我們這樣說 不行 我要回去吃那間豆腐花 對 我們那個旺角那一天去 每天心心念念 他們現在每天心心念念 然後等一下就一直說要回去吃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就是 會再回去吃那個豆腐花了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箱 現在的旅遊越來越多了 大家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掰掰 我們會一起吃走吧 嗯 出發